慧改的真行动 大家说慧改的真行动 慧改的真行动 你有发觉到 我从之前我的讲章 学主的样式 突然间就转去慧改 对不对 原因在哪里呢 我在准备 这一篇 学主的样式的讲章的时候 社民图人们感动 一个人如果没有慧改的话 他学不到主的样式 因为他如果没有慧改的话 罪的在他的生命里面 罪的同胞 罪的势力 罪的重负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永远学不到 主的样式力 永远学不像神了 所以我们还是失去了 上帝的形象 因此我们的人的生命 有了破口 就不能在上帝的面前蒙福 所以上一堂道 我就开始讲慧改 我第一堂道 讲慧改的真意 对不对 慧改真正的意思 不是单平沟墙 慧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把那个原文的意思告诉你 就是人本来做坏事的 要转为反方向的路 做他的事情 所以以前走的路 现在不走了 走新的道路 耶稣的道路 真理的道路 公义政治的道路 这叫慧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众姐妹 慧改是有所行动的 不是单凭口 急去祷告 说说而已 圣经里面有很多 慧改的记载 人慧改的记载 我差不多 把它读完的时候 我发觉 每一个真正的慧改 蒙住寿免的人 他们的那个慧改的 慧改的心 和慧改的行动 但真的是表现出 他真诚的慧改 所以慧改 不单只是 平口讲而已 而是有所行动的 我们来看圣经 路加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节到四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到四十八节 我们看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圣经里面没有说 她名字是谁 但是这个女人 圣经描述她是一个罪人 如果女人犯罪的话 通常都是跟淫乱有关 可能这个女人 就是一个祭女人 OK 然后这个女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还表现出 她那个慧改的心智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三十七节 圣经记得说 那成定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里 家里作息 就拿着剩香膏的一瓶 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着她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掩掩 亲她的脚 把香膏摸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就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别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她说 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父子请说 意思说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她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 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她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意思说你断得不错 意思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落了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一抹紧醉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摸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意思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一个通告 主圣灵一段时间 我把我跟姐妹交通的入手中 我求告你的圣灵 感动我们 以我们说话 感动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 怎么样 来过着圣灵节的生活 怎么样过着亏改的生活 让生命完全被突破 翻转 自由 使我们生命改变 更荣耀的圣灵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求 阿们 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刚才有说到是罪人 她知道耶稣来到旁边 是一个法利塞人的家 她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她不理旁边的人怎么看她 她是一个寄女 当时候寄女是被人家看见了 见了一个观光的 这个女人看见耶稣 她知道的是什么 她只求一件事情 求耶稣赦免她的罪 她一直为着她的罪痛苦了很久 被恐绑了很久 没有人理解她 她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 单单做一件事情 就是求主赦免她的罪 她愿意未改在神的面前 她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样 她来到上面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进门她已经在哭了 耶稣在走路的 抓住耶稣的脚 连连的 哭在耶稣的脚 把眼盖在耶稣的脚 她眼睛也不敢看 不敢看耶稣的脸 只看了耶稣的脚 一直哭一句 哭一句 哭湿了耶稣的脚 想看她的眼泪流了多少 她哭到勾的时候 耶稣的脚也湿了 她做了第二件事情 她竟然用头发 擦干耶稣的脚 连连用嘴清耶稣的脚 然后接下来 她带来一瓶 用一瓶 装圣 圣装的香膏 打破了 高在耶稣的脚 那弟兄姐妹 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旁边看得很顺眼 她说如果耶稣是 世间的先知 知道这个人是多么肮脏 多么无悔 耶稣却对那些 这样想的人说 讲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钱 一个欠他五十两 一个欠他五两 然后没有钱还 这个债主动了连便的心 赦免他们的罪 免得他们的债 你说这两个人 有那一个的爱 对这个债主的爱 会比较多呢 西文就讲了一句话 当然是那个欠多的 他说对了 这个女人的罪很大 但是因为这个爱 她的爱盖过了她的罪 很多的罪都得到赦免 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我今晚都没有用水 跟我洗脚 这个女人用眼泪跟我洗脚 为什么要越来越累 因为她心里面很奥悔 很痛悔 为了她的罪很痛苦 第二 也是说我今晚都没有跟我亲嘴 这个人嘴连连不敢亲我 亲我的脚是连连亲我的脚 她在尊重敬畏 祈求连连 这个女人不单是这样子 她用头发擦耶稣的脚 对不起没 当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 差不多一样 头发是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最尊贵的地方 我也不喜欢人家打过头的 摸到头发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头发是最尊贵 最尊贵最重要的地方 对不对 犹太人更加是这样子 当一个男人或者女人 你把他剪光头 不是曼格罗 他就炒出了 如果女孩子 你把他头发剪短 等于修辱他 比弄他死 更加难过 所以这个女人 用他最尊贵的地方 摸耶稣的脚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什么 他对耶稣的至高敬畏 也那最尊贵的地方 只能够摸耶稣的脚 他在表明 表现他自己的不配 他自己的卑微 他用他的头发 摸耶稣的脚 擦干耶稣的脚 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打破一瓶香膏 那这瓶香膏 你必须了解一些背景 这瓶香膏是很贵的 很贵的东西 他要用尽一个女人 用一年的工资 才能够买这瓶的香膏 这瓶的香膏是做什么呢 有两个用处 一个用处就是他嫁人的时候 摸整身 然后把他嫁给他的爱郎 最美的 家庭最宝贵的 家庭的爱郎 其中一样 是出嫁的时候用的 第二 就是他死的时候 就把香膏涂在尸体 代表最后的尊敬 而且也使到这个尸体呢 能够会腐烂 而且会发出味 这两种的用处 然后你看这个女人 把香膏打破 不敢摸在耶稣的头 脸 身体 手脚 他只摸在耶稣的脚 想想看 你把你的DKNY 你把你的Avon Nilon 有什么最好的 你把你的DKNY 射在哪里 射在你的桥 坏一嘎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就这样子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做 把那个最贵的香膏 摸在耶稣的桥 她的最尊贵东西 她也献给主 不过她献给主的时候 她的表现处 她所献的是何等的卑微 何等的不配 只能够摸在耶稣的脚 那弟兄姐妹 这个女人的 悔改的整个生命 你看见吗 所以我说告诉你 弟兄姐妹 悔改不是单单说几句话而已 他说说我们 在这种基督教过后 在上帝的面前 节制祷告 对不对 接受神 进入你的生命 通常你都会 罪和慧感 节制祷告 都是讲几句话 主话就是你赦免我的罪 减净我一切的故意 保险 谁遮盖我 解净我 赦免我 原谅我的过犯 什么来的 原谅你什么过犯 解净你什么罪 你总之闷啊闷啊 这样子 盖盖盖盖 把他盖过去 这样子 所以一遍遍这句话 你们搞定了 从来不要再想他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是由所行动的 看着你 为什么他被赦免 因为他的爱 他的表现 而他生命的流露 他整个举动 来代表 他真的全心全力的悔改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 真的悔改 真的一个悔改的人 他必须是什么 知罪的人 知罪 他会知罪 如果一个真的悔改的人 他会知道自己的罪 那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人 上河记下第十二章 第九 这三件 这个大卫皇 那这个人 我要让你看到 他怎么样知道 他自己的罪 事情怎么样发生的呢 大卫皇 在这个上河记下十二章 你就会看到 他已经做了王 而且很强的王 强到神腾打圣诞 然后不用再打了 也压着打 他睡到太阳下山 来起床 已经开始懒惰了 OK 享受了 一起床的时候 吃饱饱了 温饱 是营义 从窗口看下去了 看到女人冲凉 啊 这个女人冲凉 漂亮 他就心里面起了 迎新 就吩咐人叫那个女人上来 原来他发觉 那个女人是叫将军 他起了一个将军 真的打仗的将军的老婆 这个将军名叫 布里亚 这个女人叫 一十八 然后他不管三十一 所以一二十一 因为他 一火空心 就跟那个女人睡觉了 后来睡了 然后发觉这个女人有男子 然后大卫王就慌了 这件事一定爆出来了 怎么办 他都想了很多回处欲出来 他想这样子 吊他回来 吊他的将军回来 希望他回来以后 跟他老婆睡觉 然后把账 敬为他的丈夫 然后他就吩咐 他的那个 布里亚 就是这个女人老婆回来 就请他喝啊 请他吃啊 奖赏他 然后不顺他 就回家回家回家 跟他再去享受 亲交 但是 这个将军啊 是一个正直公义的将军 他竟然这样子想 他说 我的下属在打仗 我竟然在这里吃喝玩乐 还可以跟老婆再欢乐 他说不可以 不可能这样子做 所以他说做什么呢 他竟然不回家 他醉了就睡在王宫的外面 大卫王看了以后 整个人慌了 然后第二次他再叫他来 他说再请他喝 再讲赏他 再给他吃肉 再叫他回去 休息 但是这个人啊 就是太过正直了 他不敢回去 他良心归不去 他竟然还是睡在王宫外面 结果到了王没有办法 哪能没办法 就开始 涂抹 害死他 来盖这个罪 怎么样害死他 他就请他最大将军 比较大 分顾 吴立养 上前阵 做前锋打仗 当他上的时候 他就吩咐命令 叶亚退 他退他上去 命令叶亚退 让敌军打死他 他是当作 他在战死战 战死在 在杀他 战死过后 他做了门前的 那个门面的东西很多 哇 疯狂打仗啊 这样子的东西 不出几天呢 就把他的太太 取回王宫 这取回王宫 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他是个王啊 竟然为了 为了这个 保护 这个寡妇 所以把他 这个将军有功 把他取回王宫 让这个女人想 哇 这个是极为大的事情 折盖自己的罪 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人在做 神 在看 所以上帝 有眼睛 他看不到 他派他搬先知 一个先知 来找他 宣布他审判 然后接着就 向王讲一个故事 他说王我讲一个故事 给你听 他说你的国里面 有一个人 有一个有钱人 家里面很多牛羊 但是有一天 他要开派对 他舍不得宰自己的牛羊 他住在那个壁 有一个穷人家 只有一头牛 那这家人都靠着 你这头牛喝他的牛奶 来过生活 但是这个 大乎人家 没有权的 审得宰自己的牛 而去抢 这个穷人家的牛奶宰 这样子的人怎么办 我忘记了 很生气 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宰人啊 然后他担心 就是讲那句话 他本来就是你 这段经文就是记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 哪单先知对着大卫说 你为什么藐视 耶和华的命令 行他眼中 看为恶的死 你借亚伯仁的刀 杀害了赫尔布利亚 又取了他的心围棋 你借藐视我 取了赫尔布利亚的心围棋 所以刀剑 并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华不是说 我必从你家中 性起破坏攻击 我必在你的眼前 把你的飞兵制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 就与他们同情 你在暗中行的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对哪单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那单说耶和华已经 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那弟兄姐妹 但经过里面 你看到上帝宣布审判 虽然他认罪 但是这审判 咒诅还是在他生命里面 你看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他找到 他睡人家的妻子 上帝 使他的家遭受惑惑 他的儿子亚撒罗 反叛他的时候 抓他的飞兵 光天化日 强奸他的飞兵 他在暗中做了事 上帝在日光底下 报应他 看到吗 但是这个人呢 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他一听到 他没有遮盖自己的罪 他没有用话来抵挡神 他认罪 他说什么 我得罪了 因为他开始看见自己的罪 知道自己有罪 而承认他的罪 这叫悔改 那弟兄姐妹 我们说我们悔改 我们到底知道我们在犯罪吗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在犯罪 他才能够看见神 为什么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 因为他知道有神 今天为什么牧师不敢来 牧师不会来 是牧师不敢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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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牧师在哪里 因为有神 在我的头上 他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公义 他是审判的神 他必不疑 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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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徒罪 所以今天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怕什么 今天一个人如果 不看见自己的罪 不知道自己的伪罪 证明说他的心里没有神 他看不见神 那同学妹 我们常说我们是悔改的神明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的行动 你有没有曾经打开你的心 真的思考一件一件 把你里面最隐藏的罪 在主的面前悔改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你笼统地说这句话 我告诉你 那不是真的悔改 我们说到悔改的时候 什么是悔改 悔改必须要有标准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当你说你悔改的时候 你悔改到怎么样 才叫悔改 必须有一个标准的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知道你自己的罪 而且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罪 认自己的罪 看见自己的罪 而且敞开 把自己的罪拿出来 给上帝来赦免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对不对 常常你说悔改悔改 你有没有真正想过 你以前做过的事情来悔改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以前偷过的 骗过的 抢过的 奸淫过的 所有伤害过的 手段过的 那一些批评人的 那一些神跌倒的事情 有没有意义呢 挖出来在上帝的面前 寻求上帝的帮助 寻求上帝的赦免 快不得基督徒有问题 很多基督徒的生命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还是有一些阻碍 我告诉你 他的手 你不要轻看罪的破口 魔鬼撒但 身躯而入 使到你的生命受阻碍 就是因为很多隐藏的罪 没有认 隐藏的罪 没有被赦免 你没有悔改 那以前隐藏的罪 你把它收起来 所以被魔鬼离异物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会赦的话 不拿出来的话 他以后 他的私利会再发生 你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再发生 虽然你是基督 他会封上来 时间就到 在我们教会里 有一个弟兄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信主要进你之前 跟一个女人游览 他常常跟女人游览 然后我就叫他离开个女人 不然听了这个话 就离开了这个女人 或者他要进你 进你过后 我差不多几年的时间 在教会里面 又在跟教会里面的 一个女会游览 然后我按照圣经的话语 一个宣告他 他答应离开 但是还没有离开 两个两三个宣告他 他还是没有离开 到最后我开知识会 请他来 知识会 在知识会里面前 为了祷告 然后他答应我们离开个女人 最后还是要离开 结果被我抓的 振扎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进医院 为什么他进医院 他就是跟那个女人 回去找那个女人 跟女人鬼混过后 发生的事情 两个想法 那个女人打了 因为耳朵有红料 所以进医院 我去去看他 到我一进去 那个WAT的时候 一进去那间医院 打开门 那个女人竟然抱着他 我也会逗 我跟你讲 我直接在他面前宣告 我奉耶稣基督得圣名 从今天开始 除掉你的灰气 你不用来给他 你已经被experiment 我只有曾经 我从来没有喊过人 只有一次我喊过人 除掉他回去 后来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他没有好好的 处理他的罪 魔鬼就知道 他的破口在哪里 圣采取而入 到的时候 他的势力在这个破口里面进入 再一次 再一次的 把他 挖出来 使他再一次犯罪 黑暗的势力 再一次的笼罩他 再一次的拱绑他 他再一次抵倒 在美朗刚刚不久前来处理一件事情 这个人在信主之前 也是很高的 后来信主过后 在教会里面七年 六年七年左右 而且六七年里面都听到 听了很多道 而且越来越 因为他很有钱 也很会做事情 一下子就攀到教会的 知识的那个身份 蛮高一下的 教会重要人物来的 最近 全部东西都翻出来破了 他在外面跟很多女人游览 现在家里面压不住 他已经不来教会 差不多闹到 现在等着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人 没有好好处理他的罪 这个罪的咒诅 还在他生命里面 所以莫可知道 哪里是破口 就趁虚 这几天我在准备 这边到的时候 圣灵感动 我自己挖起 我以前小的时候 十多岁的时候 所犯的那些罪 我硬硬的在主的面前认罪 回来 那些已经在我的记忆里面 已经消失了 已经迷糊了 但是圣灵提醒我 我再一次在他的面前认罪 好好地讲出来 在几时做了什么 什么人在他的面前认真地悔改 我突然间感觉到了心里面 充满平安下来 对不对 你知道你犯罪吗 你知道你有罪吗 你有认真的认过你所犯罪吗 你有认真的认过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吗 在上帝的面前我告诉你 我们离不开上帝的眼睛 也离不开魔鬼上帝的眼睛 为什么我们要认罪 把这个罪拿出来给上帝完全洁净 让他的宝血洁净 让他活水的泉淀洁净我们生命 不要让罪的宗主和罪的私利在我们里面有破口 使到魔鬼上帝有机会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一次使我们跌倒 再一次贡献我们的私利生命 再一次的占领我们 破坏我们 吞噬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跌入黑暗里面 离开了生命 有认真的一个悔改的人 他是认真的 清楚的 知道自己在犯罪 而且很清楚他所做的失罪 这个叫自罪 他们说我们常常用很多借口 让我们认为 或者魔鬼欺骗我们 跟物贵有很多的理由 这些罪不是真的罪 而且不是大的罪 而且是有理由去犯罪的 他们说我们就给记者以后 用多话很多这样的值得 蒙蔽了借口 对不对 这样子会使我们的生命 跌入黑暗里面 阿们 因为我们来看一个悔改的人 必须要有悔改的心动 那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悔改的人 他会为着他们的罪来痛悔 大家说痛悔 我们看段经文悦马书 段经文记载一个城叫灵力为城 你看人家怎么会改啊 上帝派约约进入这个城宣布他的审判 四十天过后如果不会改 上帝的灾祸要灵到 灭掉这个城 我们来看 约约约约第三章四十节 约约约约三章四十节 可以说 约约约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我再等此时日 尼尼威必欺负了 尼尼威人信负神 一听到就信了 被宣告尽词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威王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草符 披上麻衣 麻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威通诚说 王的大臣有力 人不可尝什么 牲畜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 人要切切求告神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惩暴 或者神转意后悔 不发猎怒 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在乎 我教你他 你看 对不对 当做悔改的时候 这些悔改的人 得蒙赦免 是因为他们真诚 他们真的表现出那个悔改 而且这个悔改达到标准 有所行动 上帝圣灵亡 不将所说的在乎 领导体 这几次你看 当他一听到上帝审判要领导的时候 从小到大 禁食 祷告 表示他们的痛不悔 而且披上麻布 表示他们的哀伤 然后 王帝听到脱了些草扶 下了瓦宝座 坐在灰中 披上麻衣 好像凡人这样子 逼见卑微的求告神的美 而且宣布 通常 无论是生畜牛羊 不可以吃东西 禁食 为了求告上帝 免弃他们的债务 求他赦免他们的罪 接下来就是离开恶道 偷跟在偷 强都不在强 强暴都不在强暴 通通改邪归正 归向神 这叫悔改 上帝脸面好 今天也没有悔过你的罪的奥奥 很多时候我们只讲讲做了措施 这样有几次 这样就算了 把他抬过去了 看上帝已经赦免了 我问你 你这样的几次 真的代表你的会台吗 有没有你的会台 有没有 大家不要准 我两个人关对我两个孩子 中间的 最小的常常想骂 常常会那些抢自应他骂 如果妹妹 这个 妹妹报告 二哥欺负他 我通常会说 你问他欺负他 说没有啊 没有欺负他 这样子 你明明是欺负他 你问什么会觉得 讲说理 说理哦 我问你 他的说理有没有会台 没有的 他被我毙了 说说理咯 这样子 讲咯 我给你 要不是讲 你没听过那样子咯 心里是概念的 对不对 同样的 这样子叫会台 这样子叫认真嘛 或者说我们发了罪 发了什么罪了 我们讲讲几句 就搞定了 我从来没有改变到 其实会台行动是什么 当我们通过这个罪的时候 我们通过 我们说犯罪 我们会恨他 恨这个罪 而且远远的离开他 不要靠近他 所以你说你会改 必须要有会改的生活 来证明你会改 你说你会改吗 必须达到会改 标准 显明 你真的会改 这才叫真的会改 这才叫真的会改 会改的人 弟们姐妹 想想看 我们多少的罪 都是草草良食 盖了 蒙了过去 怪不得我们的生命 还是有罪的咒诅 和捆绑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好好处理 到时候再次奉献 魔鬼再次进来 哇 你所有的罪起来 你红了很容易 你好像即时炸弹 一向爆炸 你会犯同样的罪 你没有认真 痛悔了 即存你的罪 各位姐妹 一个会改的人 必须有所行动 他会对你的罪 痛恨 痛悔 不再犯 阿们 你现在我来看 一个真会改的人 他会有一种行动 就是他会 敞烦 大家叫敞烦 敞烦 我们看这个人 这个人表现出他未改的行动 这个人叫撒盖 他是一个税吏 是讹诈人的 欺诈人的 是一个贱人的 我们看 耶稣到他家的时候 他生命被感动 耶稣的爱领到他家 他讲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我们来看 录在福音第十九章 第七支实践 六 叫做nineteen verse seven to ten 圣经记得说 众人看见就私下一论说 耶稣进到这个罪人 撒盖的家里面住宿 撒盖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 给穷人 我额诈谁 就还他 室内 耶稣说 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了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那兄姐妹想想看 撒盖 把他一半的家产 分给穷人 再还那些 被他骗的人 四杯 我问你 他还有有钱 想想看 一半给穷人 其他骗的人 还他四杯 你说贺诚的人 会不会来找他 他还有钱 一个真贵改的人 他真的去 想去惨犯 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知道 他的钱是昂淡 他的钱是不好 今天他不是一个罪人 他看见 他愿意惨犯了他罪 做了行动 试着惨犯他的罪 他把所有差事来拿出来 把他给穷人 或者还掉 一个真正贵改的人 他的心有惨犯的心 所以你看那个 一个戒毒的人 一个毒 一个吸毒者 他信主过后 他很爱那些毒 那个吸毒的人 他去开 信用户 去开那些戒毒所 去帮助那些 那些毒品吸毒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惨犯的心 我爱赌徒 因为我自己的赌徒 被赌混盲了很久 我知道赌徒的需要 而且这个罪 我知道能够使到赌徒的家 灭亡 所以我开戒毒中心 就是为了拯救赌徒 我去理解他 去帮助他 去爱他 别人在那里 因为我的心有偿还 我可不可以 我所做的一切 可以偿还 那对不对 你如果想过 你说你悔改吗 那些欠 你欠的人啊 你骗的人 你讹诈的人 你或者该打的 哪多的 你会去还他们啊 我觉得你要求 回去还他们呢 那些你得罪了 你有没有回去 跟他道歉 那些你破坏的 你有没有去修补过 或者你修补不到 你借在他均指 你想尽办法 卸尽所能 去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补偿 当然我们是基督教 基督徒不讲 行善既得 你也因为我们的德 我们的罪是用 主耶稣的毛细设断 接近 但是我们说我们 慧凯的时候 慧凯要有慧凯的争议 慧凯的标准的 慧凯的行动的 那这些厂管的举动 厂管的心智 都是达到慧凯的标准 一个慧凯的表现 慧凯的表现来的 我们说我们犯了罪 得罪了人 得罪了神 我们是否真的 有想要去厂管 今天刚才你看到那个女人 他爸的所有最好的 最尊贵的 那个把自己最宝贵的都献上了 为什么耶稣说 那个五十两的 会爱那个债主更多 因为他犯的罪大 今天为什么人不能爱主 今天为什么人不能对主真心 人不能对主付出 付出一点点就阿姬阿祖 而且在付出一点点 面对一些问题就退后 为什么啊 东姐妹 因为你没有真正经历 主的生命 你的生命有许多的罪隐藏了 也没有挖出来 还感觉到自己是义人 这个叫自义 东姐妹 如果有个罪人我是个罪人 我承担在人的面前提我以前的罪人 大声的讲 众人的面前讲 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 以前的生命 今天我成为何人的生命是 耶稣 因为耶稣 唯有耶稣 所以我爱他 我告诉你我爱他 因为我知道这条命 如果没有耶稣 没有了 所以我把这条命给他 听不懂 今天 你说你会敢 有没有 偿还 的想法 有没有偿还 的意志 有没有想要去偿还 如果一个真正会来的人 他会想要 去偿还 而且他会偿还 救赞 今天我告诉你 不要让我们的罪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 因为对你不好 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破坏 耶稣 你生命不能成长 不能成长 不能成长 太多了 做事不能顺利 因为有罪 隐藏的罪 在你生命阻碍了上帝的活水前面 祝福平安临到你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读转经 各位请愿 传道书第十二章 第十十节 Iglasius Iglasius 第十二章 第十十节 第二会所定 来一起 一二三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离前隐藏的事 无论是三三十二 神都必须身份 再来一次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离前隐藏的事 无论是三三十二 神都必须身份 所以你说你慧改吗 你如果是慧改的话 你应该是知罪的 你应该是痛悔的 你应该是便利常犯的 这是慧改的标准 是达好慧改的标准 是慧改的真心动 是一个真正慧改的人的生命和生活 我们一起去身上